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最前線 我是漢陳老師 台北股市昨天小漲32點 一天大跌之後 昨天小幅的談生 那我們看到說外資現貨買超了14億 可是期貨近多單口數大增了8000多口 來到了9.1萬口之多 可今天外資對台北股市 還是屬於正向的操作 昨天包向大力光 包向台積電 甚至金融族群都有一些回穩的態勢 這對大盤來看 是有機會呈現高檔震盪 整理的一個態勢 所以你看到說指數一天大跌之後 昨天是小紅棒拉升上來 我們在股市現場的節目上面 跟大家提到 如果這邊畫一條線 它是一個地增的 也就是有創新高 可是以指標來看的話 它是沒有創新高 這叫高檔背離 所以高檔背離的情況 不管怎麼樣 指數它就可能在這邊做一個震盪 外資沒有大賣 還沒有轉空 還沒有轉空的明確訊號 雖然這一根的長黑黑棒殺下來 可是昨天又可以往上去做一個彈身 也有一點化解這種黑黑棒的一個態勢 所以後面最重要的一個大盤的方向 還是要看外資的操作 外資沒有在大賣台北股市 反而還在買超的情況之下 台北股市就有機會在這邊呈現區間震盪 可是空間不會很大 當空間不會很大 個股它就會形成輪動 個股形成輪動的時候 它就不會像之前 哇一波翔碩 一波上來八成的空間 可能這樣子也會出現震盪整理的一個態勢 所以當大盤形成高檔震盪 個股也會形成區間震盪走勢的時候 你最好的一個操作策略是什麼 尋找好的股票 來回的做區間操作 其實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老實講要再找像翔碩 像威剛這樣子一個大波段上來 可以再找一個七成八成的 不多 不多 那這些又是最好的股票 你說像翔碩出來的營收這麼漂亮 第三季的營收成長這麼高 到時候財報出來是不是就又很漂亮 所以你就是要在它震盪的時候去做什麼 來回的操作 來回的操作 不只是長波段可以保護到你 短線的來回操作又可以創造你更大的利潤 這就是什麼 核心持股來回操作 創造最高的績效 因為在盤勢的變化當中 你要隨著盤勢 去做你的操作策略的轉換 去做你操作策略的轉變 而不是隨著大盤 如何的走勢 然後一成不變 因為當你一成不變的時候 可能變的是你的資產 不是越變越多 而是越變越少 你有沒有發現到說 最近大盤在這邊震盪 很多股票開始在壓回的時候 你的資產是不是減少了 很多人買在高點便賠錢 為什麼 因為大盤在這邊狹幅的震盪 漲不上去的時候 沒有辦法大漲的時候 很多的股票 它會有短線的賣壓出來 它就會開始去做壓回 就算大力光也是一樣啊 大力光是不是創新高之後 開始四天的壓回 四天的壓回 昨天稍微拉出長紅棒 今天要法說 今天要法說 法說有沒有利多消息 如果有也許稍微再高一下 震一下 如果沒有也許就又再一次往下回跌 很多股票是這樣子 你說廣宇 三天的下沙 大家昨天稍微穩住 這種短線頭部形態已經形成的股票 還會再大漲嗎 不會 不會 所以現在的一個操作策略 有時候你是要去做一個轉換的 我們找不到 如果啦 如果找不到這種低檔 具有翻揚上來機會的產業 或股票 我們就只能從最好的股票當中 去做來回的操作 小波段小波段的操作 累積起來也是大能量 一個波段兩層三層 三五檔股票上來也是一倍 所以在現在指數來到9300點的位置 我們也要一點風險的意思 當指數沒有辦法大漲 當指數來到這邊 虛間震盪 霞浮的震盪 我們要用最好 最佳的策略 創造你最好的績效跟財富 核心持股來回操作 創造你最高的績效 而要怎麼做 我們下一階段回來 再好好跟大家介紹 同一間飯店 同一個泳池 但卻是不同的價格 難省為何不省呢 上Trivago比較看看 Trivago幫您從超過250個 股定房網站上比價超過100萬間飯店 保證找到您理想的住宿 輸入您想去的地方 Trivago立馬秀給您滑賽的飯店優惠 找飯店 Trivago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就是Good 02 2578-3000 200 2578-3000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GTV 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feeling 他們在叫什麼 1919 食品檢舉轉音 標示都不清楚 1919 食品相關諮詢轉二 食品有問題還不給退費 1919 消費問題轉三 食品企業法律 不知道怎麼諮詢 1919 中小企業諮詢轉四 這些是進口的還是台灣的 有安全嗎 1919 生鮮農產諮詢轉五 全國食安專線1919 一通就夠 衛生福利部關心您 高雞 陰儲 一通目送快 總貴族 挑一賽 放假要去哪裡玩 夜店 快來呀 還可很好玩 廣湯 有好湯的很賺 注意 小心 危險場所不要去 嗯 聚到不良場所 小心打卡不扣毒 危險場所不勝足 拒絕毒品才是酷 工作繁忙 飲食失常 張國洲 牆衛賽 歡迎回到現場 台北股市現在是法人操作的時代 然後發現到說這幾天的融資 是呈現大幅的減少 前天大殺的時候融資一天可以減14億 融資現在的餘額也才1300億 減了14億 一趴 一天可以減1趴 現在是法人的時代 尤其是外資 稍微賣一下 大盤就跌下來 可是呢 買的太少 又動不了 指數又動不了 所以當空間越來越小的時候 你要用最好的股票 去做最有效的運用 所以核心持股來回操作 可以創造你更大的利潤 衛鋼 衛鋼昨天是小跌 小跌0.2% 一毛錢 以這一檔股票為例 很多人喔 喜歡做指數 做期貨 你看如果說這檔股票是期貨 你可不可以來回做操作 每一個加碼點 我都幫你精準的抓到進場時間 長波段 一個波段上來可以賺73% 短線加碼點 這樣一個波段 這樣一個小波段 這樣一個小波段 也可以創造 三成的利潤 這樣一個波段 也可以創造 15% 兩成的利潤 所以你看到說一檔股票 用長線來保護短線的操作 你可以創造更大的利潤 所以圍鋼這邊進場 這邊可以加碼 小波段可以進場 拉伸上來 短線可以獲利 壓回來 又可以再買進 拉上來 短線可以獲利 壓回來 可以再加碼 每個加碼點 都幫你精準的掌握到 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會比你期貨的操作 來的更精準 來的創造 更大的財富 而且股票 還在創高 前天股價 再創波段的新高 波段 一個波段可以賺 73% 小波段 都可以創造 兩成到三成的利潤 一檔股票 一檔股票 可以來回核心操作 當指數來到9300點 我知道你會怕 我知道你會擔心 你會擔心 哇這個盤來到這邊了 會不會有下跌的風險 我時時幫你緊盯著 我每天也幫你做分析 到底什麼樣的訊號出來的時候 才是真的轉空的時間 現在完全都還沒有 完全都還沒有這樣的訊號 可是問題空間又不大 當空間又不大的時候 你能不能在這樣的行情裡面 創造你想要的跡象 你的操作方法 能不能在這時機點 讓你有獲利的空間 還是你手中的股票 就是呈現高檔下來 再下跌 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上 你要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要想要創造什麼東西 一切都是在你的心中 可是當你心中想到的 能不能做得到 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我可以幫你創造這樣的利潤 波段的一個波段73% 短線的一個小波段可以創造兩成的利潤 你做得到嗎 翔碩 昨天小跌1.26% 還是屬於在高檔震盪 翔碩 翔碩這一波 從這個低檔區 開始一路布局上來 一波 75% 幫你賺75% 這其中的加碼點 一樣幫你掌握得非常精準 前天創高之後 創新高 創高之後壓回 回測月經線的位置區 這一波的上漲 從來都沒有回測月經線的位置喔 能不能再找出 創造你更多績效的時間點跟買進點 這就是要看功力 這就是要看專業的知識 專業的能力 能不能帶你創造更大的利潤 你說翔碩 9月份的營收2.77億元 成長這麼高 再創歷史新高 第三季的財報出來 會不會讓你驚豔 就像當初 我們找給你的照例 找給你的致意 那時候第二季財報出來 是不是一樣的漂亮 有沒有那個來回可以操作的時間點 我知道很多人想說沒有賺到錢 就算我低檔從這邊 每天講 掌也講 跌也跟你介紹 創新高再跟你講 就算大跌這一天 一天大跌6.7% 我也跟你講 掌也講 跌也講 創新高更是要跟你講 來到這邊 我一樣會跟你介紹 可是 不是像當初的低點 這一波上來 你每天看我節目 我每天講享受給你聽 我說是下半年大爆發的產業 營收越越走高 獲利技技成長 可是你有聽進去嗎 你有賺到錢嗎 我的會員整個波段都賺到 到現在一張都沒出 這一個波段上來 一張都沒出 還在賺 你有賺到嗎 我知道你沒賺到 當你沒賺到的時候 怎麼辦 現在最好的機會 它還沒有結束啊 這種走勢你認為它結束了嗎 沒有做頭 沒有任何的跡下 後面還有利多 沒有結束 所以當有回檔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重新帶你做進場 低點買高點賣 低點買高點賣 在這個時間 可不可以帶你來回操作 創造更高的利潤 享受一個波段 創造75%的利潤 來回幾趟 前面你沒賺到的 我再幫你賺回來 碩河 碩河昨天還很強 漲了1.12% 為盤拉升上來 昨天太陽人族群很好玩的地方 是在於 台北的光電展 包括副總統 陳建仁 決心 講的那個決心 台灣未來的綠能 太陽呢 一定見之 不會缺席 政府都這麼背書 利多消息有沒有慢慢的出來 冒敵的董事長 張秉恆 董事長提到 9月份 最壞的時間 已經過去 10月份 可以看得到訂單的回籠 碩河的董事長 第四季 出貨量要比第三季成長3到4成 所以你看到碩河尾盤為什麼拉上來 就是因為媒體在爆這個利多 最後一盤115張 拉升上來漲了1.12% 這波的碩河 從出現這一根 低檔 出量的紅棒 是不是一直跟大家介紹 它是兩年的低點 股價是兩年的低點 獲利表現年增36% 這一個低檔出量特定人在買 技術面也出現二度的背離好買點 一度壓回來我們再買 這邊好買點 壓回來 再買 再佈局 波段是不是上來 開始上來 這邊從來沒有人看好 全市場沒有人看好 報紙的利空還一堆 我記得當初 那個時間 連續一個利空連續寫三天 那就是什麼 什麼大陸明年 大幅消減補貼 一天寫 明年要消減13% 一天寫 明年要消減30% 一天再報 明年大陸消減電價補助 連續三天 一個利空可以連續寫三天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而這個時間點 而這個時間點 是我上股市現場 第一次提出 太陽人有機會 會彈升的時間 連明堅 主持人明堅都嚇一大跳 我有沒有上來 一波上來 能不能創造你的利潤 你很清楚 郁金 你說是景氣股底股 昨天也漲了1.02% 股價前天 也創這個波段的新高 前天創了波段的新高 昨天小漲 從這邊開始做佈局 漲升上來 這一波也有17%的利潤 也有17%的利潤 很多人在股票市場上 投資人在股票市場上 都會賠大錢 可是就是不願意花小錢 哇賠了幾十萬 賠了幾百萬 寧願賠 可是你們想想看 為什麼你會賠這個錢 是自己本身的能力不夠 是自己本身的知識不足 還是真的你就那麼笨 寧願賠錢 其實都不是 投資人都是最聰明的 就是因為聰明 才會反而被聰明誤 小錢不花 花大錢 花一點點小錢可以賺大錢 要不要 我的股票 就這幾檔 就這幾檔 前天四檔股票 宣布創波段的新高 你說這是不是最強的股票 最強的股票 可以創新高 一定是最強的股票 如果你也可以選到創新高的股票 我相信你的能力也是市場上最強的 不只是最強而且是第一名的 是最棒的 是最厲害的 你的股票有創新高嗎 我的股票四檔 檔檔創新高 檔檔創新高 如果你的股票都可以創新高 能不能賺到大錢 你很清楚 你很清楚 因為你是聰明人 你的股票一定可以賺大錢 所以花小錢可以賺大錢 我相信你是明白 你也是知道 只是你不能下定這個決心 我的股票檔檔創新高 我的股票檔檔最強勁 一個具有能力 一個具有專業的知識的人 來帶領你 花小錢創造你的大財富 要不要做 下定決心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明天見 打噴嚏時用手帕沿口鼻 來不及可以衣袖代替 減少病菌散播 預防疾病傳播請注意咳嗽已結 並保持手部清潔 投資、獲利、雙指標 顧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顧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顧得投顧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CGTV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GTV 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feeling 出國旅遊難免發生意外 要怎麼準備才好呢 國外醫療費用貴桑桑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加買附加條款 保障多更多 長期